大家好,我是秀秀,老二跟阿明交手了 看看对局,顺便给大家抱一下比分 这场比赛是一个抢10的 老二前面开始的时候就被打了一部3比0,后面发挥也不太行 阿明是最终10比8赢了 还好AB了,继续跳压 阿明的打法风格,通过观察你可以发现他是一个 牵制反击,并且进攻为一体的,都有的一个打法 防守防得不错 漂亮,这一波跳低 骗犀利 操作很少,经常可以看到 老K也会用这一招,阿明也用这一招 不但还要把握出招时机,不好骗 你不进攻,我也不进攻 远距离打牵制 小洛怎么说 这波闪生用的不太好,可以能让闪生或许有机会 或闪生的话没机会,这个距离是抓不到消风的 好,落地,斩逼打一个下断机 有晕点要小心 这波跳的错位了,不太好 刚倒在地 完了这一下,五连死了吧 这个八神他是进攻,挺有节奏感的哈 不是狂攻型的 你看,该牵制得牵制哈 不会无脑冲 找机会 偷胜浮吗 好,踩一脚 吃一把 要吃无敌波了 刚刚这个抓也是非常的意外 然后还想等招呢 好,一个能量闪 震死了吧 浩浩反而要低 机会都抓得不错 刚刚八神是跑抓厉害 他这把呢是八神一个占地被能量闪生了 小细节 处理得很好 好,直接刚倒,来吧 哎,篮之山了 这个跳逼用的非常的妙啊 跳逼之后呢 距离比较近哈 所以说蓝之山是有机会的 没有选择一个阵 继续前冲来压 好,控防再次被抓 这个大门挺能打呀 好的 又是一个跳逼哈 这次呢是直接下逼 已经寒血了 不需再蓝之山了 不然刚才摇蓝之山又是可以中 好,看看 绝胜这一小绝 阿明他的红丸有一个特点哈 他很难吃大门的这个预判蓝之山哈 不会瞎跳 他一般呢是冲过去然后打一个近 打一个远低哈 你看打这种远低啊 就不给你 预判头上浮的机会哈 通关这个角色要打大门太难了 你看 稍不注意一个跳逼耶 然后就被 吸下来了 被吸了 想打逆向 看得很准哈 直接AB躲开了 哎 这一波空头也是非常优秀啊 好,然后这个大门 哎,洗头 逆向正向怎么说 我说帅了哈 好,视频好看 记得点赞 关注修修,不会走丢